员工数量众多 但厂里面奖金又有限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员工之间的矛盾 因此先请诸子百家各部门 最主要关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大厂的企业文化建设 但这其中有一个创新事业部名家 他们所研究的是希腊大厂 后世才研究的哲学问题 科学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衍生品 也就是说有了哲学师脉 一路探究 自然而然就能够发展出科学 比如开创近代科学的牛顿经典力学 他的书名就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我们来看这一个创新事业部名家 他研究过哪些课题 这个部门总经理叫惠子 他说三渊平天地比 意思是说三和渊是一样平的 天和地是一样高的 今天我们知道站在宇宙中看地球 是没有上下左右前后之分的 一座山地球转过来就变成了渊 确实是高山与深渊一样平 天与地一样高 但是当时的惠子 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还说白狗黑 这是后世哲学讨论很久的问题 就是说并非眼见为实 我们所见到的白狗的白色 只是一定波长的光线 在我们的视觉系统中 反映给大脑所产生的一种错觉 是白色 这种白色 只是我们的主观认识 并非真实的客观事实 比如说色盲患者 同样的颜色在他脑中所产生的像 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所谓的颜色完全是一种主观意识 所以或者说白狗黑 可以推广到我们对外界的一切认知 都只是我们身体各个系统产生的一种主观意识 包括颜色味觉等等等等 真正的客观世界我们并不知道 包括今天的科学 也只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模型 并非是客观真理 所以科学的理论一直在更新换代 这类哲学思维与我们日常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就算放到今天 很多人也难以一下子明白 但是当时的名家总经理惠子 以及另一位P18顶级专家公孙龙子 他们都提到了 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下面这一段 他说一尺之锤日取一半万事不结 意思是说一尺长的木棍 今天取它一半 明天取它一半的一半 后天取它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这样总有一半留下来 万事取之不尽 这就是无穷二分法的思考 这个创新事业部 他们专注这些哲学问题 众生下去 当时他们自然就还探究了有数学 光学 力学 几何学等等 如果能够一直再众生下去 就能够有机会诞生今天的科学 可当时大家认为 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才是头等大师 这个创新事业部 只能被迫关停解散 成为文人雅士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可能也是大部分公司 创新事业部